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高雄可能会效果更好 因为这个韩市长上来 他可能带动的观光 不只是国内国外的观光客 他都会更多人甚至散客 哪有商机就往哪里走 连台北这家港点餐厅也要进军高雄 开至少两家以上的分店 大家都想去投资 甚至高雄市地震局进行第四季土地标售 都出现抢标情况 16笔土地由57封参与投标 共标出11笔 合标金额23亿元 累计土地销售总额105亿元 创历史新高 连新复发 永新建设 投标都鲨雨而归 投标情况相当热烈 会不会带动未来住宅价格上涨 专家这么说 目前来看的话 要去房地产是真的有涨的话 那也只是一个期待行情 但是目前还是处于这款的趋势化 对不起他只是有市场性而已 不代表说他的价格是要开始涨了 韩国瑜热潮让部分厂商 看见商机房市产业蠢蠢欲动 不过能否延续带动观光 甚至城市发展有待观察 三雄谷告书邱慈玲 台北报导